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快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电商和快递界的最新动态 最近,电商平台可谓是热闹非凡 各大主播纷纷翻车,虚假宣传,封号,赔付等话题层出不穷 让人目不暇接,仿佛置身于一场大型真人秀中 而电商平台在去中心化的浪潮中 似乎也在悄然享受着流量分散带来的好处 另外,快递行业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 自2014年以来,中国的快递包裹业务量稳居世界第一 2023年更是突破1200亿件,营收也突破万亿大关 其中,顺丰控股以1344亿的营收领跑 显示出其在快递界的强大竞争力 顺丰的盈利能力更是逆天 2023年的净利润达到82.3亿 创历史新高,让人不禁想为他们喝彩 顺丰在业务多元化,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并且他们在高端市场的投资更是豪气冲天 总体来看,顺丰的稳健财务状况和持续增长的营收水平 让其成为快递物流行业的佼佼者 如果您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顺丰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嘿,老铁们,最近电商圈可真是热闹得不行啊 你瞧这,主播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演,翻车大戏 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精彩 虚假宣传,封号,陪付这些大戏轮番上演 搞得我都快搞不清楚谁才是今天的主角了 感觉就像在看一部持续更新的悬疑剧 真不知道下一个爆款剧情会是什么 不过呀,细细一想 这一场场风波背后其实也是电商平台的一种策略 你看,之前那些大主播们的流量如滔滔江水 结果现在给分散到那些中小主播身上了 简直就像把一块巨大的蛋糕切成很多小块 大家都有份了 这种去中心化的操作听起来是不是非常高大上 电商平台也是乐在其中吧 毕竟这样讲起来挺有范儿 说到电商发展 就不得不提我们快递行业的飞速飞升 从2014年起 我国的快递业务量直接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2023年更是突破了1200亿件 你敢信 收入更是突破万亿大关 简直是个大写的牛字 想象一下 快递服务的营业网点超过23万处 日均服务超7亿人次 这规模 电商巨头们都得竖个大拇指吧 这简直就是一张巨型的蜘蛛网 遍布全国 连我家小区楼下的便利店都有快递点了 太方便了 话说回来 快递企业们的业绩那也是蹭蹭蹭地往上涨 顺风控股 中通快递 原通速地等7家快递公司 在2024年上半年就狂揽了2800亿的营收 净利润也达到了129亿 真是让人羡慕的不行 其中 顺风控股可是大哥大的地位呀 以1344亿的营收遥遥领先 简直是快递界的贵州茅台 从2020年到2023年 顺风的总营收 从1539.87亿 飞速增长到2584.1亿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4.0% 这简直就是坐火箭了 而顺风的盈利能力也是杠杠的 2023年实现规模净利润82.3亿 创下历史新高 完美逆袭呀 这不禁让人感慨 顺风果然厉害 从业务结构来看 顺风的速运及大件业务表现相当亮眼 供应链和国际快递增速也非常迅猛 真是多点开花的节奏 不过 供应链和国际业务受到了些影响 营收有所减少 但同城及时配送 却实现了扭亏为盈 让人倍感欣慰 顺风的盈利能力 在近两年逐渐恢复 销售净利率和毛利率都在提升 简直是好消息不断 顺风在快递行业的竞争力也不容小觑 主要竞争对手 包括中国邮政 EMS等 但顺风在时效件市场 可是占据了大约一半的市场份额 简直牛气冲天 为了巩固在高端市场的优势 顺风可是下了血本 募集了超330亿的资金 豪气的简直要上天了 目前 顺风在运营能力和货物吞吐量上 已经有了很大优势 你看 空运方面 顺风的飞机就有99架 日均航班超过5100次 这飞得比鸟还快呀 陆运方面也不遑多让 全球运营馆里的货车超过9.5万辆 运输线路超过17万条 真的让人震撼 顺风真是要上天和太阳间并肩了 总的来说 顺风控股的营收和利润水平持续增长 显示出其强大的盈利能力和稳健的财务状况 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顺风在行业地位 业务多元化 技术创新等方面 均具备显著优势 真是快递物流行业的佼佼者 不愧是万亿俱乐部的潜力巨头 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顺风的故事 记得去关注《非经投研》 领取最有价值的投资报告哦 相信我 这些信息对你绝对有帮助 行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咱们下回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特别火热的话题 那就是顺风控股 您知道吗 顺风在短短几年内营收突破了2600亿 简直是飞速发展 一路高歌猛进 顺风不仅仅是快递业的龙头老大 更像是快递界的贵州茅台 其盈利能力让人羡慕不已 顺风的业务多元化 从速运到大建 再到国际快递 样样开花结果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哎呦 楚天书 别高兴得太早 顺风这发展速度确实快 但你知道这背后得花多少钱吗 为了巩固市场地位 顺风可是募集了超过330亿的资金 打个比方 这都能买好几座金币辉煌的空中楼阁了 还有 这么多资金注入后 顺风的利润增长 是否能持续 这可得打个问号啊 别忘了 快递行业可是竞争激烈 顺风的对手们也不是吃素的 像中国邮政 EMS这些老牌劲敌 随时可能反扑 哈哈 齐齐 你这是在担心顺风的未来吗 但我们要知道 顺风在业务创新和多元化方面 可是有显著优势的 你提到的330亿资金 顺风可是用得相当有智慧 投入到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上 你知道吗 顺风的日均航班超过5100次 货车超过9.5万辆 这种规模和效率 可不是一般公司能做到的 再说了 顺风的速运和大建业务表现优异 同成即时配送 甚至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 可以说是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哎哟 楚大师 我可不是起人忧天 我们得看看事实数据 顺风2023年 虽然实现了82.3亿的规模净利润 但这可是靠着不断的成本控制和优化才实现的 一旦市场环境变化 这种利润能否持续下去 我看还是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 顺风虽然在国内市场 上风头正经 但在国际业务上 还是有点水土不服 营收有所减少 这可是个警示信号啊 顺风载牛 也得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 说不定哪天就会被鲨鱼咬伤一口 齐齐 你说的国际市场 确实是个挑战 但顺风早就做好了准备 他们在供应链和国际快递方面 也是下了大功夫 与多家国际物流巨头合作 共享资源提升服务水平 再说了顺风在国内时效件市场 占据了一半的市场份额 这种地盘可不是说丢就丢的 你看顺风每年 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4.0% 这可不是小数目 所以说顺风不仅有实力 更有远见绝对是未来的巨头之一 哎哟 楚大师 看样子你是顺风的铁杆粉丝啊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别忘了市场风云变幻莫测 顺风固然强大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看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巨头们 有多少现在连名字都没人记得了 顺风要想在万一俱乐部中站稳脚跟 还得靠不断创新和应对市场变化 毕竟得意莫忘形啊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lingen组合作建立的新型 字幕组合作建立的新型 我们不许前往 请设计